到了 这里就是银翼铁骑啊 对 仙依 银翼铁骑的规矩 入口绝对不可以泄露 明白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谢谢 走吧 银翼铁骑回来 银翼铁骑回来 背包 大哥你回来了 银翼 你怎么也在这儿 银翼 你好 你是不是疯了 什么不明身份的人 都可以带回来 银翼 不得无礼 参见主公 参见主公 沐阳 好多了 这位就是你信中提及的杜姑娘吗 对 参见主公 好 姑娘丽临 是我银翼铁骑的荣光 只恐 臂地简陋 委屈了姑娘 只要能和云大哥在一起 仙云怎么样都可以 沐阳 这次 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这样吧 你们先行休息 等改日 我再召集大家 宣布这个好消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过来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心意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将军 我昨天洗完衣服回来 刚巧碰到林毅将军 从陛下的房间里出来 你别胡说 你还看见什么 我看见陛下的衣橱没有关节 很是奇怪 今早 我就在陛下的衣服里发现了幽柱花粉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 你不许再乱交蛇根了 云大哥 你别放在心上 我这点小伤 过几日就好了 好 子绢 你先出去吧 是 芯衣 这件事 我会私下找莲姨问清楚 但此事 能不能先不要再提起 好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危害女皇的事 怎可不提 到底怎么回事 主公 在你心中 我就是这种心机暗算之人吗 可看到你从陛下房间出来的 不止子绢丫头一个人 是 我是四次进入过她的房间 我那是为了调查清楚她 那你就是承认了是吧 我亲眼看着这个杜仙衣 武功卓绝 招招致命 她甚有机翼 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 放肆 你是在指责我银翼上下 个个都闭目色听 唯有你一人姓名眼亮 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衣服上的幽柱花粉 就一定是我放的吗 你还在救命 你与羽皇陛下的徐语 当真以为我们都不知情是吗 来人 把连衣服将拿下 军阀处置 是 主公 连衣并非小肚鸡肠的女子 她一定和仙衣有什么误会 还请主公从今发落 没有什么误会 我什么都没有做 连衣 闭嘴 连衣 你英勇善战 不输男儿 可今日看来我还是看错了 自从我银翼铁齐 尊奉杜仙因为金翼羽皇 士气大阵势如破竹 可你呢 作为副将争锋吃醋 是那些侍警女子才使得肮脏手段 你可吃醉 军阀处置 主公 连衣为我银翼铁齐立下赫赫战功 还请主公三思 大哥你让开 既然我说的话你们都不想行那就算了 我连衣 跟来领防 把云将军给我拉开 主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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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 大哥 主公 连衣不仅是我的副将 还是我的义妹 若主公坚持要责罚 便责罚我吧 大哥 穆瑶 罢了 剩下的军阀 就免了吧 多谢主公成全 大哥 别起来 我给你拿了些药 好 可你比我伤得严重多了 我没事 主公竟然是武断了些 但他也是为了大军 你 你